男人吐出一坨黏乎乎的不明物体 下一秒 一个瘦长的异形从黏液中缓缓爬出 而刚刚的男人已经陷入了昏迷 异形怪物来到玻璃前 开始细细打凉门外的女 一人一怪就这样对峙着 这个怪物到底从何而来 时间回到三周前 两名宇航员首次成功闯过大气层 就在返程的途中 机舱开始剧烈摇晃 就在这时 宇航员看到有东西 似乎围绕在窗户周围 这到底是什么生物 竟能在高温且无氧的环境下活动自如 来不及细想 返回舱成功落地 一个猎户恰好目睹了这一幕 他好奇地走上前去 可只看了一眼 就被吓得当场逃走 而这个濒临发狂的宇航员 当天就被关进了军方的隔离中心 原本是航天英雄 此刻却变成了阶下球 因为军方发现小帅时 返回舱破败 另一名宇航员当场暴敌 而他却是毫发无伤 这不禁让人怀疑 并且对于这一切 军方请来了神经学专家小美 想让他帮助小帅 找回丢失的记忆 通过各种治疗对话 小美发现小帅 表达通常思维清晰 精神状态也很不错 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结束与小帅的对话后 小美告诉指挥官可以释放小帅 毕竟人家是位了不起的航天英雄 返回住所的路上 小美发现这里 竟然还有一批囚犯在劳作 小美感到有一丝古怪 晚上 小美正打算休息 指挥官却找来叫他 再去一趟隔离中心 此刻小美才知道 小帅在白天与正常人并无区别 而到了晚上 小帅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指挥官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又让士兵们端起武器 守在了门口 这时本在熟睡的小帅 突然就开始剧烈抽搐了起来 他趴在地上张开嘴后 吐出了一个又粗又长的东西 接着这个东西就撕开了黏黏的薄膜 变成了一个四肢修长的异形怪 在指挥官的指示下 小美来到了玻璃面前 这番惊吓后 小美已经害怕的腿脚发软了 指挥官告诉她 这个东西可以自如出入小帅的身体 但不会对她造成伤害 而接下来小美的任务 就是要找办法把异形和小帅分离开 以便他们更好地研究这种太空生物 翻看这些天的记录后 小美发现异形怪 让小帅的身体变得更强壮 白天她休眠在胃里 晚上离开人体时会分泌一种毒素 让小帅的肌肉变得松弛 接着进入昏迷 外出活动一段时间后 她需要再次回到体内 这样的现象不像是寄生 更像是两种生物的和谐共处 为了收集更多的信息 小美再一次来到隔离房间 打算和异形怪来一次近距离接触 四肢修长的异形区服在地 开始模仿女人的动作 女人躺倒在地 她也跟着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 突然 地上不断转圈的玩偶 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从这些迹象来看 这位异形应该拥有一定的智能 说不定能够沟通交流 于是小美穿上防护服 让人打开了隔离的玻璃门 小美帝突然闯入 异形并没有主动发出攻击 她的注意力似乎一直是地上的玩偶身上 见此情形 小美走了过去 朝着异形的脑袋伸出了手 可倒霉的是 地上的粘液让她脚下一滑 小美就这样摔倒在地 旁边的异形对此受到惊吓 一把将小美拽了进去 危急时刻 指挥官打开声光干扰器 阻击了异形的行动能力 小美这才脱离了危险 晚上指挥官来看望小美的伤情 小帅已经开始了意识贡献 所以她在晚上自由活动时 才会对小帅儿子的往往 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从目前的记录来看 一行每天在外面活动的时间 都会逐渐延长一两分钟 假如照这样下去 迟早有一天 她会完全脱离小帅的身体 所以他们必须加快研究的步伐 伤好后小美再次回到研究室 在查看监控录像时 她发现小帅的激素水平 在短短几分钟内 产生了剧烈的波动 她便询问研究人 最近小帅吃过什么食物 对方欲言又止的样子 让小美认定这场研究背后 肯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小美不断地逼问下 研究员偷偷带着她来到境区 亲眼看到了一行的进食过程 原来指挥官每天晚上 都会给小帅喝下激素 接着一行就会出来进食 而一行的食物 正是之前小美看到的囚犯 人类在惊恐的时候 会释放大量的皮质醋 而一行正是以此为食 随后 小美来到办公室和指挥官对治 听完小美的话后 指挥官表示她之所以这样 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行 因为他们需要拥有更强大的武器 以保证和平的威胁 跟她的所作所为相比 那些囚犯才是最大乐际 直接给一行做食物 已经算是法外开恩来 小美把指挥官的所作所为 告诉了小帅 两人商定好找时间一起逃出基地 第二天 眼看指挥官还要继续投为一行 小美钻进笼子里 挡在了一行和囚犯之间 她唱起了小帅最喜欢的歌曲 因为共享感知 一行听后真的平静了下来 但边上的囚犯作死想要逃跑 她弄出的声响吓到了一行 最后还是被一口解决了 小美剑阻止无效 决定立马收拾东西 打算和小帅逃离这里 可两人还没逃出大门 就被士兵们给团团围住 危急关头小帅给自己注射了激素 让一行窜出了身体 一行缓缓站直身体 一行在这边引开火力 小美将晕倒的小帅拖到了车上 他们冲出军方辖区 向着外面一路逃跑 经过一行的洗礼 基地里已是死伤无数 指挥官穿上装备 打算独自上前对付这个一行 只见指挥官扔出一个烟雾弹作炎 将还是老了赖 一番激战后 指挥官虽被撕掉了一只手 但还是单手举枪制服了一行 而这边的小帅 因为共享感知 也是千疮百孔口中吐血 看来两人的性命已是彻底练接 小帅想要活下去也离不开一行 没办法 小美带着小帅下车 留在原地等待追捕的士兵 不一会儿 指挥官就追了过来 他让手下把还剩一口气的一行 从车上搬了下来 想让他返回小帅的身体 在完全掌控一行这样的生化武器前 他们必须保住小帅的性命 但对于小美 他们绝不会手下留情 接着指挥官就对他动起了手 就在这时 地上的小帅开始发狂妄 他用尽力气控制起伤痕累累的一行 一瞬间一行满血复活 转眼就解决了三个士兵 做尽坏事的指挥官 也最终也死在了一行手下 追兵的危机解除 小美急忙扶起小帅 一行缓缓走向他们 他停在小美身后 看了他一眼后 转身钻回了小帅的身体 一瞬间 小帅的身体就重新恢复了生机 可此时的小帅一想到以后 自己将会和一行共用一个身体 便觉得生无可恋了 拿起枪便选择了自杀 而也只有这样才会彻底消灭一行 电影的最后 小美领养了小帅的儿子 完成了小帅最后的心愿 这部电影是2020俄罗斯拍摄 一行科幻大片 不得不说战斗民族的特效却是无数 一行空话的逼真性 可能剧组的成本都花在特效上 故事情节略显单薄 逻辑也有些硬伤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值得一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寄生一行》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